以上機體 右圖中燈泡都相同且都遵守歐姆定律 開關位按下前 安培計A1的讀數為0.06安培 開關按下接通後 安培計A2的讀數為0.06安培 已知電池的電壓為9.0伏特 則每一個燈泡的電阻大小為多少歐姆 題目已經告訴我們了 這些燈泡都一樣了 所以後面那個安培計 A2的讀數為0.06安培 其實是不用說的 那我們跟各位解釋一下 因為當我們的開關是斷路的時候 那我們發現就是一個燈泡而已 那麼我們A1的電流就等於A3的電流 它就是接了一個電池的電壓 然後接了一個燈泡的電阻 那麼就產生了就是0.06安培 那麼現在我們把開關接通之後呢 那麼對我們的A2而言 然後它的電壓也是一個電池的電壓 那麼因為他們是一個並聯電路 總電壓跟分電壓相同 它也是一個燈泡的電阻 那麼根據我們的歐姆定律 V等於IR 那麼我們的電壓是一樣的 我們的電阻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的I當然就必須是一樣的 所以電流當然是一樣的 也是0.06安培 那我們怎麼去計算我們的電阻大小呢 當然還是回到了這個歐姆定律 V等於IR 那麼我們的享受的電壓是一個電池 電壓是9.0伏特 那麼我們產生的電流是0.06安培 那問我們電阻大小有多少 所以電阻呢就是0.06分之9 也就是6分之900 也就是150歐姆 所以呢我們的燈泡的電阻呢 是150歐姆 第37題問我們說 則每一個燈泡的電阻大小為多少歐姆 我們答案選的是C 150歐姆